阿特瑞姆君之门诊,提到康复,大家最熟悉的还是中风偏瘫后的肢体康复,但是,您知道吗?心脏病后,也是需要康复的。 什么是?心脏康复?心脏康复不仅仅是药物,还包括运动、营养、心理和睡眠,和生活方式指导。 其一是降低在发心血管事件和心肌梗死风险,减少反复注约和不必要的血运重建,其二是让患者恢复到最佳体力、精神状态及社会功能。 其中,运动是心脏康复的核心手段,通过有效强度的运动刺激,可改善血管内皮功能,稳定冠状动脉斑化,促进侧肢循环建立,改善心脏功能,身体活动。 不等于运动?大夫,我挺爱运动的,那您能告诉我平常是怎么运动的吗?我在家里也不闲着,晚饭后还坚持散步。 散步多长时间了?多快低速度了?就让这小区溜达一圈,这里要跟大家纠正一个概念,身体活动不等于运动。 身体活动是指在静心基础上身体骨骼肌收缩,导致能量消耗增加的任何活动,包括家务活动、职业活动、交通活动和休闲活动。 运动是一种有目的、有计划,可重复的多个大肌群参与,的旨在促进或增加心肺耐力、肌肉力量、平衡性和柔韧性的身体活动。 所以,日常活动并不能代替运动,缺乏运动,又危害。 缺乏运动可造成多种不良后果,随着肌心微萎缩,肌肉力量下降和肌肉体积减小,肌肉氧化能力随之下降,最终导致运动耐料降低和体能明显下降。 此外,关心病患者缺乏运动的危害还包括心动祸素、体胃性低血压和血栓穿色风险增加。 老年关心病患者缺乏运动导致体能肌肉、群和身体机能进一步下降。 如果最大是氧量下降,倒不能维持日常活动的预值以下。 主安全穿过街道,爬楼梯,从椅子上或坐,变散起来的能力受到影响。 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将明显下降。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指出,失能也是一种残疾。 心脏病患者或老年患者,即使具体活动自如,如果失去日常生活能力,同样意味着处于残疾状态。 如果连身体活动也做不到,就更严重了。 研究发现,年龄每分加一岁,摄氧量下降0.1。 MAT运动剂量单位,提示随着年龄增加,体能下降,卧床一天摄氧量降低0.2MAT相当于每卧床一天,体能衰退两岁。 所以,科学运动非常重要。 这样做,科学运动,那么,如何科学运动呢? 关心病患者因贯慢狭窄,过度的运动可能诱发心机梗死,心衰,但关心病患者的出院医嘱中都会写到事单锻炼,科医生从来都没有告知如何锻炼。 那么究竟怎么运动才适合自己呢? 这必须通过专业的心肺运动评估才能得知。 国外的运动评估及康复,已经广州应用十余年,在我国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。 图片中显示的即是专业人员正在对患者评心肺运动评估。 通过运动时间测心肺功能指标,得到既能提高体能又相对安全的运动量。 然后医生再结合您的综合情况,给助运动触发。 更为具体的心脏康复,将在后期继续为您介绍。 树黄丽红,觉得不错,请分享和评论。 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